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好 《工具TV》第十七季第十集 近來比較少說車 反而在我自己的項目 他比較多說車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今集就說說車 好 可以開啟一下 看看這件是甚麼東西 2020 Good Smile Hatsune Miku 就這樣看 如果是有喜歡這個Toot Toot 就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 不要多說 開了再說 這個鞋盒究竟是裝甚麼鞋 這個鞋盒裏面是拿發布膠裝 沒錯 嘩 嘩 嘩 而且大家平常介紹的 就是這個合金車 這一架是樹脂的 所以本身相對金屬來說 它是會貴一點的 但摸下去就沒有那種很冷的感覺 因為其實整架都樹脂 很脆弱的 很坦白說 是非常脆弱的 但它應該是會比金屬的再細緻很多 沒錯 但是這個 這個就真的要看本身其實 那間廠有沒有心去做 當然你說Good Smile這些大廠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 不過你說是否很精密 很坦白說 不是 我想問一下 金屬車和樹脂車 雙方的優點缺點在哪裏 為何要用樹脂不用金屬 便宜一點 其實你問我 我都不夠膽很實地回答你 但是價錢 一般金屬車 其實相對便宜一點 正常來說 還有你說 細緻度 樹脂有辦法 可能看曲線表達 或者一些內購 它可以做到好足給你 不過都是那句 Depends on那間廠 肯不肯做給你 其實我想樹脂應該是 可能它的車型是由師傅做手板起 然後樹脂會不會是那件原件的複養 來去做這輛車呢 可能 另外因為做合金 其實可能合金通常 很多人不玩車都玩合金 但合金本身在那件東西 就是啤出來之後 又要放在那些震機裡 震走所有那些入水口等等 其實會將很多細節打磨 例如利邊的部分 它會拋完了 因為那個磨機裡面 可能是有很多石春那些東西 幫你將所有位置拋完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能夠買得到樹脂的 我會對它的細節度有信心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合金做的時候 因為它啤把的角度大 那麼它很多位置就會拉斜了 或者是有些洞 它根本上本身穿不到 所以樹脂我想它保有原汁原味的味道 會多很多 我不知道可能 Brian有沒有辦法 可以拍到一點點 車裡面的內扣 都會看到一般的防滾架 或者裡面的標靶 中間位置的一些裝置 它都有做到的 不過看上去應該是一些水貼 或者是移印 所以你說它本身的細緻度 是不是這麼高 我自己就覺得它可以再做好一點 就認得到了 當然剛剛現在看到 它的左軚車 反而我多欣賞 就是它在一個鈦盤的處理 你會看到本身所有顏色 即是C的按鈕 按鈕等等 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當然我玩得一比十八 這個series 我其實最重要是看到初音 什麼都是假的 初音 這一架就是我第四架的一比十八 初音 2020年江山版的試跑 它這次也找了 我沒記住好像阿Len做這個角色的描述 我想應該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藝人 已經幫初音做過一些設計 所以變成其實都 每一次每一年它落場 都會給我新鮮感 而且可以繼續刮我的荷包 變成繼續給它 當然看這輛Good Smile的初音車 除了看這輛Len的初音之外 都可以看回它車側根 數不到那麼多的贊助商 Seron Brand Crystal KYB Mass Factory 當然還有這個ESR和珍 很多日本耳熟能場的 無論是玩具廠 車輪廠 車廠 食品廠 都有摺取它的標誌 當然 Edwin Yogohama 那些就一定的 其實有件事都挺令我震驚的是什麼 因為它的車本身有這麼多的 遺印水貼或者貼紙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顏色 本身是完全沒有失真 因為有部分用水貼 其實一般印水貼是有透明底的 如果下面沒有托白的話 很多時候你印上去的時候 它有一點透透的感覺 但是它整個所有的貼紙 都是很實正的顏色 很鮮 包括你看這些位置 是很鮮色 好像有些螢光 所以看到覺得這個很厲害 我反而覺得最搶眼的是車頂 這個顏色 照到你的樣子的上色 還是電動 我真的不知道 電動 後面這裡有貼紙 透明件圍框的就是貼紙 車頂是電動的 很漂亮 所以整件事都非常出色 有車手本身的名字 至於市面上有沒有賣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早前已經訂了 以及我以前的1比18的車 我通常會直接在Good Smile的網站訂 是Premium版 所以我本身會寧實再給你一個玻璃箱 但是這一架我真的錯過了 所以只可以坊間的正常版 所以在Discrate來說 我也在想如何把這架車 試試正正地放在這裏 我真的很記憶 是的 在你這架之前 我對 車模型的印象是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鮮靈 或者是沒有那麼覺得 那麼直租 但是這架是很驚臭的 我補充一點點 在最早期 比較早期 有些 Formula 1 這些樹脂車 它全部都用樹脂 是因為樹脂 它真的不需要開國母 當初來講 它的成本上好一點 而且它每一架是人手打造 反而它的質量可以提到 比較高 那些方程式的車 那些天線 再小一點 它都全部裝上去 當然現在 現在有3D技術 所以我懷疑它 這架車的原本的Flow Type 都是滑圖的 可言是滑圖的 最早其實真的是 用人手的 因為真車好像也是用人手 就是第一個Flow Type 是呀 我會覺得 例如這個類型 會不會都有機會 是用人手去做軟型 我想近年就未必能 因為我們生產界的人都知道 手板 現在差不多很大部分 都脫離了 用人手做軟型 你看到本身 渡後鏡的鏡 它真的是鏡 而且你看到這個 大家耳熟人牆的AMG標誌 是凸的 這些真的是全人手的操作 用手指彈一彈 就會彈掉的 嘩 那個 真的 不認識我 哈哈 哈哈 另外也是那句 一定要看回本身的車輪 和車輪的內購 對呀 它的沙板 它的細節是沒有偷雞 輪輪的內購 所以你問我外型來說 其實就真的沒有投訴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初音 喜歡玩這個AMG 喜歡操作Super GT系列 你想辦法 沒有補充 你買的時候 三字頭 再說 二字中 這樣就OK 就完全值 是啊 因為看到全手作 好 我試過之前有一架 他送到車頂的天線 車尾 掉了 他比較一架新的 嘩 他真的比較一架新的 所以他的customer service 很好 例如他這樣 發套膠直接押著的車 會不會做同一些貼紙 有機會 你會帶到這麼多位 那些地方 很適合 哦 很適合的 哦 他要鑽住一塊板 那樣的 就是等他上面住會 會不會碰到 是的 我們以前 144的開車 都是用樹脂做 小心 慢慢 慢慢 我以前 始終身 我們住那裏 有家部位是專門買樹脂車 但是還未完成 因為樹脂 例如你覆蓄那套模 你不能出很多貨 例如你覆蓄到8號 10號開始 他會有些走型 對 後面那些件就撿得很厲害 所以 不斷 他要不斷開身 沒有再做 所以其實他樹脂車的成本 就是 當然比起開模便宜 但是功夫是很多 不是很多人容易做 是啊 而且 你去保留 就是保持質量的時候 去到 如果你不是第一副件 或者大約頭五 其實你後面都已經差了 會不會這個才是底 會不會這個才是底 不是 他還沒下降 例如你走的展覽 你會看到大比例的 那些模型車 全都是樹脂的 哦 再大駕那些 差不多1比8 那些 整個都有引擎來購 那些都用樹脂是嚇死人的 即是那些技術 以前應該是沒有記錯 是外國歐洲的技術 其實他用樹脂的原因 我另外一件事想到就是 因為他想做最真實的比例是什麼 如果他開鋼模 車上會不會有一些黑線的 因為你用鋼模 那個黑線最幼可能是25C 就是0.25mm 或者是最幼最幼去到0.52mm 但是去到那個階段 都還未能夠做到真實1比18的距離